這裡最厲害的金雞姆 應該就是她的最後這一位 佩儀 這是我永生的痛 就是我從小 因為媽媽都把我管得很嚴 所以我都不知道外面的一些險惡 然後媽媽我進的演藝圈 都是錢交給媽媽管 然後一直到我28歲以後 我交了一個男朋友 她說妳這麼大了 妳就應該要管妳自己 因為有的時候我要買個Chanel 我媽就會罵我說亂買那些錢 那個錢要省起來買房子 我就覺得媽很煩 我就一直跟媽媽革命 後來媽媽就相信我 我自己會管錢 我那時候就一直拍戲 然後我一個好朋友 是從小一塊長大的朋友 我們兩個無話不談 因為我沒有兄弟姊妹 然後從小媽媽在外面做生意 我都是在家裡一起做功課 一起那個的 然後我就想說 男人都不可靠 因為我爸媽也是 就是婚姻不OK 所以我都不相信婚姻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進演藝圈了 然後有男孩子追我 有時候送Chanel的手錶 有時候送什麼 那過期我就說給妳 就把她當成很好的姊妹 然後有男孩子追我 我不隨便跟人家出去 不是 我不隨便跟人家出去 我就是找妳陪我 她買單 我跟同學 就是好朋友睡在一間 男孩子是另外一間 反正就去哪裡都一定會帶他 就他吃香的喝辣的什麼都很好 然後我每一集賺多少錢 我有工地修什麼什麼 我帶他一起 我有時候 對 就一大堆現金 你去幫我去銀行存 然後我又再去拍戲 就好朋友 然後我到大陸去拍戲的時候 我也說我家就交給妳 媽媽也交給妳 媽媽看病什麼什麼 我錢在哪裡 我的印章在哪裡 家裡要繳電話費什麼什麼 你就把他當成很好的朋友 妳知道 姐妹了 他什麼都遼落 直到我們家什麼都知道 我媽媽也非常疼他 就把他收作乾女兒 然後直到我31歲那一年 就是我之前他就說小姨 他叫我小姨 他說妳拍戲太辛苦了 我們來玩股票 我說股票 什麼叫股票 我都不懂 他說妳就買幾家 然後他就說我去買 一個月我就賺了快100萬 就很好 這樣我幹嘛要來拍包青天 我幹嘛要來拍那個八點檔 就是很辛苦 因為這麼久了 包青天 這幾年前 對不起 差不多30年前 20幾年前的時候 對 快30 100萬 不少錢 100萬 很大 一個月 對 那個時候 後來我就想好 我就在上 因為嘗到甜頭了 好 我就給媽10萬 給他10萬 因為我想說這個是意外制裁 一定要分出去 對 後來就慢慢就陸陸續續 這五年之中 我相信他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銀行都交給他管 存折印章都交給他了 對 他就說 我就幫你操作 你講買什麼股票 我就幫你買 但是用我的名字就不要課稅 因為你拍戲已經賺很多錢 那個稅會累積上去 我拍戲 你也知道我們演戲的人 就傻傻什麼也不知道 他反正不會害我 好 我就把他全部賺的錢 通通交給他了 然後直到 我是套牢就不賣 然後只要賺了 我就賣這樣子 後來到了五年以後 全部套牢都可以解套了 我就說通通把它賣掉 我錢要拿回來來買房子了 後來那時候大概1300萬 我就說 然後他就 對 1300萬 我們先回家 你贏了 中立委員勝過我 你知道那個痛是多痛 東南路的房子也只有1000多萬 後來結果 我安心一點了 我覺得自己好過一點 你知道嗎 那個痛不是錢的問題 是覺得這個人好可怕 然後後來有一天 他就跟我講他塗髒掉了 因為交給只要三天就可以 錢就可以進到我的戶頭 沒有 一個禮拜又說存責什麼不對了 反正他就找了一大堆理由 後來我就看他講話 有一點點慌生 後來之後 我就覺得越來越不對了 我想說 好吧 那我打個電話 因為我知道 我平常轉到他的戶頭裡面 我就打電話到那個銀行去 我說他的銀行有沒有錢 他說零 我說OK 那你幫我轉到證券公司 他有沒有股票 零 我說多久以前就是零了 他說 然後我記得我那天是站著 我那個電話已經快拿不動了 然後我就趴在我媽媽 我是躲到我媽媽房間 沒有讓我媽聽 因為我媽很早以前就說 訪人之心不可誤 大家要害人之心不可誤 可是是妳媽媽把它收乾女兒的 沒有 就是媽媽一直跟我講說 錢要自己管這樣 後來我就 她不講說怎麼會這樣 當時可是那天我拍戲 整個棚裡面通通都我的戲 我就跟她說 這是我私人的情緒 我不能影響到我拍戲 我還是把它背完 你知道1300要賺多久 你知道嗎 那個淚水 然後我一直撐 就想說把這件事情先忘掉 我晚上回家的時候 晚上已經3點 我開車的時候 走基隆路上的時候 我自己那個兩行類就掉了 我就說 老天爺妳跟我開這麼大的玩笑 後來我就自己 啪啪啪打了五掌 那個臉都紅了 我說豬八戒這個白癡 就這麼樣的相信朋友 你知道嗎 我說那妳想怎麼樣 妳現在如果逼我 我就從這邊跳下去給妳看 我死人一毛錢都不會還妳 那就跳吧 我講不出來 後來我就看著她 我就說 她說如果妳還給我機會的話 我說不定以後還會慢慢還妳 我就看著她 我那個兩行類就在那邊 還會 後來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她既然已經錯了 我相信她可能也是玩股票 一時糊塗了 妳就給她一次機會 大家就把話說完沒關係了 好 妳不哭 兩個都在哭 兩個丫頭都在哭 我媽就叫我原諒她 後來她走以後 就跟我媽講 我說這個朋友再不交 太恐怖 太惡毒了 後來我媽就幫我擦眼淚 說妳幸好是31歲摔這一跤 妳不要等到70歲 一個好朋友就把妳全部的錢拐光 妳根本沒辦法再起來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也受了滿大的傷 就是我任何的朋友 我不會告訴他們我的密碼 我的存責 我的什麼 我就開始不相信 然後也不跟人家有任何的借貸 就是 妳的電話是妳跟我 妳直接自己願意給我的 妳沒有跟妳跟妳 妳比我有錢 妳這是跟錢無關 妳知道嗎 就是 對啊 就那個那一套 那一套 沒有 應該這麼說 密碼不要告訴給 比自己醜的人 好可怕喔 沒有 真的 沒有 真的 但是她現在路的訊息 她心裡不平靠 妳這樣是什麼意思 沒有... 陳美鳳有告訴我她的密碼 是我比她醜 好可怕喔 美鳳姐 我想一下 妳想一下 然後我曾經 這是我就是進社會 我還有第一次從學校畢業出來 那個時候 就像剛剛妳講的 說那個小女生很有心 我們那個時候 壓根就傻傻的 妳知道 去公司上班 然後看老闆是獅子會會長 那種塞牙筆 那種蓮舞筆 那個辦公桌好大 然後都是一些有頭優點的人來 然後開賓室600的 我想大老闆好有錢 因為小土豹子沒看 然後一個月才2萬多塊薪水 然後就聽他們在談生意 覺得老闆好會做生意 你看那個後面都是金的 金公香香這樣 後來他就說 就跟我講 我上班才一個多月 那時候還沒領到薪水 他就跟我講說 佩儀 你看看老闆現在投資這個 利潤很高 如果你爸爸媽媽有聖牙筆 可以放我這邊來 然後利息很高很高 將來就是爸爸媽媽退休 都不用擔心了 他回答 媽 我們老闆很有錢 我帶你 明天帶你來看我們老闆 他說有零用聖牙筆 可以存到他那邊 利息很高 比銀行利息高 就帶著我媽 騎著打可達 那時候摩托車 帶我媽去看 我媽很老實的那種家庭主婦 就看了結果 我媽真的就被我害了 他把所有的聖牙筆200萬 全部就給我們那個老闆 然後一個借據都沒有拿 後來我的薪水 第二個月也沒領到 公司就跑掉了 被我媽罵了一輩子 我媽給你一輩子辛苦得起來 就是被你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傻傻 就不會看人 所以有的時候就覺得很笨